记者许世映综合报道, 曾以灵力第六感入围过奥斯卡的东尼克利蒂在新片夙院大玩招魂, 招魂失败害全家遭殃引发灭门惨案。 片中害人故事从女主角祖母的葬礼展开, 她太过思念过世的母亲, 为了能再见母亲一面, 不惜信奉邪魔歪道, 邀请全家牵手及弃招魂, 祖母没招成,反而如安娜贝尔班将不该惹的侵入家门害死全家, 夙愿在日无影斩首映后口碑爆棚, 权威影评IndieWire胜赞, 连温子言都会吓破胆的恐惧。 惊吓程度超越想象, 观众看完崩溃在社群上哭喊, 看完会永久心里创伤。 故事讲述家族女主人过世后一向接二连三发声, 随着他们对真相的深入, 逐渐发现流在血脉里的邪恶诅咒, 导演营造出极具电影感的恐怖氛围, 利用逃不掉的命运, 不安的噩梦, 通灵仪式等元素铺陈出观众最渴望的恐惧深渊, 曲折离其超乎预料的情节发展, 犹如《独立音宅》和《逃出绝命针》的家总, 让宿愿自首映以来一直在著名电影网站缆番茄, 维持100%新鲜度零负评。 更被誉为是近十年最值得期待的恐怖片, 渴望成为影迷新中新时代经典。 宿愿将于6月15日至17日限量上映端午口碑场, 6月22日正式在台上映。 东尼克里蒂在宿愿招魂失败, 害全家遭殃引发灭门惨案。 传影提供, 宿愿中的小女孩行迹可疑, 搜集动物尸体。 传影提供,